这个年把艾米过得既懒又邋遢 现在我就大揭秘 带大家一起突击检查一下艾米的房间 听到了 休想从这个门口去看过 大家看他身后 你别打了 我们已经看见了 那个身后一片狼藉 这才不叫狼藉呢 这叫是腹 你有什么腹可炫 你这是猪鼻子插大葱 你装香 你再装啊 你脸皮厚可别带上我啊 那我让你地下这么脏的吗 那垃圾 这黑点点全部都是他吃的板栗壳 这桌子上堆了一堆的这笔 不知道能用还是不能用 床头上有一堆书 你们别以为他是爱学习 你就是很爱学习 我是在为他这个少年有志 你就吹牛吧 这一摞书是他昨天从那书锅里掏出来的 然后让他收拾他都没收的 我明明就是那种很爱学习的人 好吧 这个地方只是我 想学一下副才把它倒出来的 如果想清的话分分钟好吧 好来 现在就把它清一下 顺便断舍离一下 那垃圾袋都给你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看爱米表演啊 这是我用的老肉财品 还有梅笔杆的 张我一手墨 找出俩梅笔帽的 这帽都被你吃了 当时做手杖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手杖小迷妹 不太会做手杖 然后就买这一个绝对 可以解放我的双手 然后没想到一会儿 歪歪扭扭 根本不好看 有的还上色不均匀 四个绿水的 非常适合我表弟送给他 如果表弟用了这些笔 肯定能成为这条杆最绿的赖 新买的真的好绝啊 我还发现了一盒这种 像屎一样的东西啊 你这又在搞什么了啊 做你们想做成这样的轨都给你丢了吧 爱米清了半天的 这垃圾桶里清的全部都是笔 不是漏油就是眉毛啊 改丢了吧 现在笔都是给我的表弟的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把我那破旧不坑的毛房 变成了公主房 给大家看起啊 这种脸连的是一张整贴的大桶 粉水的 最喜欢的 再往旁边看去 多整洁的书桌呀 谁能想到 这居然是一个十岁小花人干出来 你这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呀 现在看了爱米的房间 感觉特别的舒服 对 就凭我那时候小手 一秒就可以给他清好 你就吹牛吧 满天飞了 希望你继续保持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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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